� 赢 哈嘍 我是林伟很高興跟你在這支影片或廣播當中見面 OK 那今天呢 我想要跟你談一個主題 那这个呢就是如果你订阅我的电子报 有一段时间的话 或者是你有长期关注我的网站 或者是相关平台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 其实我在两年多前有开发了一套手绘影片课程 而且还创办了创意手绘影片学院这个平台 你可以在Google直接搜寻创意手绘影片学院 你应该会找到这个网站 OK 那其实我的这个手绘影片的课程跟学院推出之后 非常非常的热门 非常多的学员啊 他们都对这个课程很感兴趣 甚至还询问了我很多关于手绘影片制作 还有一些手绘影片课程相关的一些问题 但我发现啊 很多学员他们都还是对手绘影片有一些迷思 什么迷思呢 就是学员他们对于手绘影片行销的效益 对他们的事业的行销成效的帮助 他们还不太了解 所以很多学员都会问 诶老师 创意手绘影片究竟对网路行销成效帮助大不大 OK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啊 就是跟你探讨一下这个主题 OK OK 那其实 自从有了社群平台和影音平台之后 影片对于曝光的帮助就越来越显著了 特别是一些有创意和吸睛的影片 例如像什么 像搞笑啊 恶搞啊 类型的一些影片 往往当你上传了这些影片到网路上之后 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次观看 甚至非常多人愿意在社群网站当中 帮你免费的分享这个资讯出去 所以如果你的行销可以结合创意吸睛影音行销的话 我想你的行销威力一定会非常非常惊人 OK 那其实 我自从两年多前 2013年推出了创意手绘影片之后 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你会发现啊 现在越来越多人使用手绘影片 来行销他的产品和活动 甚至利用手绘影片的方式 去手绘出他的品牌的logo 或者是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图片等等 那首先我们先来谈手绘影片到底吸不吸睛好了 其实答案是肯定的 OK 不然就不会有那么高的询问度 那如果你做的手绘影片啊 如果你觉得 感觉不怎么吸睛 那我觉得可能是你选的一个图片和文案的问题 你是不是放了自己的照片 OK 所以基本上啊 国外我们有调查过 然后国外的测试调查 其实他发现 手绘影片提升了10倍的行销成效 和4倍的产品成效率 那这些数字呢 都是经过测试和评估过的 那国外他们经常使用A-B-Test 这种就是行销的方法 评估的方式 然后来 来去测试评估他的一个行销的成效 那手绘影片的效果也是这样评估出来的 同样的产品 你用一般的影片和手绘影片去比较 在网路上的吸睛曝光度啊 和点击率 成交率 等等 因此算出来比一般的影片啊 他多了10倍的行销成效 和4倍的产品成交率 非常非常的夸张 而且让你可以更有效的去怎么样 去增加产品 网站的一些点阅率流量 还有你的真正的产品 或你的服务 你的service的一个销售量 所以如果你使用手绘影片之后 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效益 可能就是你制作的手绘影片出了问题 OK 那其实制作手绘影片和当一个电影导演 一样 是需要非常非常多创意的想法 甚至你还需要有一些逻辑 OK 前后连贯 然后你需要把这些图片啊 文案啊 以及这些叙述的方法 排列组合起来 如果你可以在创意手绘影片当中 结合时事 或结合一些 很吸引人的一些话题的话 甚至去 融合自己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制作出来的效果 我认为会更好 所以你应该去看看别人的手绘影片是怎么制作的 为什么比较容易吸睛或讨论 例如你可以去YouTube上面搜寻手绘影片或者是创意手绘影片 你应该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手绘影片制作范例 这些其实都是你可以参考和模仿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Google去搜寻创意手绘影片学院 你可以找到我的网站 我网站里面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案例 以及一些详细的介绍 OK 我相信这个对你来说 都会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那你可能会问 未来手绘影片的效果 到底会不会变差 当然其实创意吸睛的影片 越来越多人使用之后啊 效益当然有可能变差 因为可能大家都看过像手绘影片这一种的 因为太常见太泛滥了 OK 但目前其实全世界懂得利用手绘影片 制作行销的 而且他懂得利用软体 去制作手绘影片的人还非常少 因为我们的这个手绘影片的课程 都是利用软体去制作手绘影片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一个美术的背景 或者是需要自己会画图啊等等 都不需要 你可以直接上传你电脑里面所有的图片 或者是你拍的照片 你都可以让他用手绘的方式画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项技能 而且特别是目前华人地区 更少人会这一项技术 而且会的人大部分可能都是我的一些课程的学员 OK 所以当你越早学会制作手绘影片的技能之后 我相信你的行销啊和你的成交都会越早倍增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在课程当中 都会向我的学员学生 他们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没有任何一种网路行销的技术 是可以怎么样用一辈子的 甚至应该说你可以用超过十年的一个技术都少之又少 重点是你应该要怎么样 要可以越早掌握这项行销的方法 对你的事业帮助越大 因为越少人会 所以你的效益会越明显 那剩下的呢 就是你应该永不间断地去学习最新的行销方法和技术 让你的行销可以永远保持在水准之上 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你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最重要的 OK 那最后就是不要再花时间思考 手绘影片对你行销到底帮助大不大了 因为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啊 并且去制作 我相信对你的行销帮助一定是很大的 那重点就在于 执行执行执行 OK 因为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说三次 好 那今天就跟你分享这个主题 就是关于创意手绘影片 到底效果好不好 OK 那你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手绘影片 或相关的一些课程 这些内容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Google 搜寻创意手绘影片学院 你应该就可以找到 我的一个创意手绘影片学院的网站 那祝你可以利用手绘影片 快速倍增自己的事业绩效 OK 我们这支video和radio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在之后的相关的课程或内容当中再见 我是林伟 拜拜